今年日月潭红茶评鉴结果已经在日前公布 虽然受到气候影响产量瑞减三成 不过整体的品质却比往年提升 为了让消费者有机会品尝优质的日月潭红茶 与此相攻选在日月潭举办红茶文化祭 除了颁奖、展授及品名之外 还结合多项活动 吸引游客前往体验日月潭红茶的美丽 与此相是台湾红茶的重要展区 今年日月潭红茶评鉴结果在日前公布 与此相农会配合相攻所举办的红茶文化祭活动 在日月潭向山游客中心颁奖表扬得奖茶农 虽然今年气候异常产量瑞减三成 但红茶品质却比往年提升 由此可知 茶农们不管是茶园管理或者是制茶技术 都相当的确实认真 今年的感觉是这样 今年的气候比较不太正常 但是这几年来 我是感觉是日后的红茶 大家想 最主要是茶农管理 茶农的管理已经比较成熟 我们的茶园管理也是要好 因为我们茶菜 茶要做得好 它的条件还是在茶园管理 三长杰 prime品质比较好 怎么造好茶 是用心 用心以下呢 又天气 speaker 整條是nels你现在的管理盛一 gesam 那今年因为气候条件的关系 導致我们的茶量瑞减 但是在今年的比赛里面 我们高品质的茶还是相当的好 像我们得奖的特等奖 金纸奖 头等奖 还有我们的优质奖的表现都非常的好 当然有很多的淘汰的茶 它是因为太淡 因为大家也知道今年的雨水比较多 然后高温多湿 但是我们相对的 我们高品质的茶 它的品质也是相当的好 活动中除了颁奖表扬 红茶评鉴获奖的茶农 也安排了精致典雅的茶喜展宴 让来往的民众平民 感受日月坛红茶的优质以及美好 今天这个节目可以说非常豐富 在了我们今年一堂 王爹兵甘的特等奖 包括所有得奖的红茶颁奖之外 我们特别也在 我们相餐游客中心这个大草比较 基本就别开生命的红茶音乐 野餐音乐会 加上我们酒杯 有来自我们去地乡所有 优质的这些农民 来自卖到他们的这个农特産品 包括我们相有这个王爹 我们也有配合到 台东市政府太阳瓶的这个 隔壁公会 尤其是映暗 有在我们这个中心停车场 释放着烟火 还有基盘到 我们这个台湾大哥大的音乐会 可以说整天的节目 都非常的紧凑 非常的美好 配合日月坛花火节的举办 鱼池红茶文化祭除了品名展授之外 也举办红茶野餐音乐会 让日月坛的红茶香 更贴近民众的休闲生活